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化管理的实践 然后我今天的分享会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项目背景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 Sircle全线经济化管控这件事情 第二部分是基于Sircle血缘的精准全线点提取 那如果我们想对一个Sircle的全线做精确的管控 它需要的第一步就是在这个Sircle解析的时候 能够精准的提取用户真正去执行的关系中 采集的最小的这个全线点 所以我们提出一种基于血缘的这种思路 然后在这里我们会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些思想和一些实现方案 第三部分是这个行列混合权限多维度精细管控 那上一部分其实已经介绍了 这个我们如何从Sircle变成一个精细的全线点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会介绍 我们如何在全线管控测 对这些精细的全线点 做到这种行列混合的细立度的一个管控 下面会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和大家详细介绍 OK 那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整体这个项目背景 这个背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 目前来看这个细立度全线管控这个需求 是日益增强的 大家都在业界其实也能感觉到 目前在这个数据分析领域 这个安全合规的压力其实日益增大 那所有的这种数据使用者 他们都需要遵循这种全线最小化原则 那我们作为一个平台方 我们也有义务去提供这种全线最小化管理 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Sircle呢 它就作为这种数据分析场景 最简单最通用的语言之一 它在大数据场景下 它应用的是非常广泛的 那针对这种Sircle场景下 那传统的这个全线管控方式 基本都是库全线 表全线 或者是列全线的管理 但是实际上这些管理的力度 还是过粗的 还是难以满足这种监管的需求的 那我下边会举两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事情 第一个是 因为一般的公司都会有很多优先 在这种大中台的背景下 可能有多个业务线的数据 或者落在同一张卖点表里 那也就会落在同一张表的 同一个字段里 那你这个一个列里的数据 可能包含多个业务线的数据的 一些汇总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只做列级别的全线管控 显示不够的 只是不满足合规的需求的 另外一部分的话是 同一份数据 不同用户的可见范围 可能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就是一个财务数据 那你可能不同地区的财务人员 他看到的范围也是不同的 那它落在一张表里 它可能也是在同一个字段里 那这样你只做列级别的全线管控 显然也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 然后也是正是基于这些背景 然后我们自己跳动的数据引擎团队 基于这个BedQuery的查询引擎 和自研的全线服务Gambling 设计了一套行列混合的 全线经济化管理方案 可以看右上角这个图 这个图是介绍了一下 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 以用户视角的话 它提交一个Circle 首先会走到我们一个统一的 一个Circle解析和优化引擎 BedQuery 这个后面会有一个具体介绍 它也是基于我们开源的ApticaSite 做的进一步的优化和定制 然后这个统一的Circle解析 优化引擎BedQuery 会从这个Circle中提取出 它具体扫描使用的 细力度的全线信息 然后把这个信息发给我们下门的 统一全线管理服务Gambling Gambling会判断用户 和这些资源的一个全线关系 然后把进线结果反汇BedQuery 如果用户满足所有数据的全线 那会用BedQuery解析之后 优化后的执行计划 发给具体的执行引擎做执行 如果用户不满足全线 那会把这个Circle拒绝 然后提示用户去申请 他所需要的细力度的全线 OK 然后我们希望完成 这种细力度的管控 其实在整理思路上 就需要完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Circle解析测 其实就是右上角 这个BedQuery这个测 我们需要在Circle解析测 我们定义了一个Circle 基于Circle血液能力 定义了一套新的提取规则 我们基于这个提取规则 可以完成细力度的全线点提取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是在这种全线管理测 就是下面Gambling服务这一测 我们支持了行列混合的全线管控 通过横向和纵向 这种全线点的捆绑组合 可以将查询的资源 定位到这种行列重叠的资源单元格上 达到了细力度的管控效果 那这个横向和纵向的捆绑组合和资源单元格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看下边这个例子 那假设用户的Circle非常简单 它就是SelectName from DBRTable WhereID等于3 那我们经过上班这一整套的管理方案 最终会定位到 它查的数据 在纵向其实就是Name这一列的纵向 在横向其实就是ID等于3这个横向 那它实际访问的资源就是纵向Name这一列 和横向Ig等于3 它们行列交汇的这个具体的资源单元格 这个单元格权限 那以我们以下边这个二维表为例 那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列就是Name列 然后第一列是ID列 第三行就是3这个数据 那用户实际访问的真正的数据资源 其实就是标黄的这个资源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管理手段 也可以让用户实际去申请的资源 也就达到这个资源单元格级别 就完成了权限自由化 让用户申请的权限 就是它使用的实际数据 没有任何多余的申请 然后后面会基于上面这两个思路 做详细介绍 这里只是跟大家简单叙述一下 整体这个最终效果 OK 那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从这个Sircle 去提取精趣的权限点的 就是这个基于Sircle血缘 进行精准权限点提取 其实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希望对权限做一个坚强化管控 那它需要处理的第一步 就是精准最小化的权限点提取 我们先看一下 业界常用的这种权限点提取方案 这里我是以开源的 这个Apache Hive为例 那Hive它自己在这种Sircle解析的过程中 它其实会收集 我这个抽象语法术 所有的input和output的信息 这就包含 比如说我这个Sircle 插询了哪些表 以及它最后输出的哪些表 它其实包含了一些酷表信息 然后它同时在这种解析和优化 在passer和automize的过程中 它会用这种表插线节点 就是tempascan节点 它会在上面维护一个 关联列这个概念 然后会用这个关联列 来收集到它在这个表上 使用的这些信息 使用的列信息 然后会把这个东西提取出来 作为列权限使用 那它通过这种手段 就可以完成这个酷表列级别的 这种权限管控的权限提取 然后下面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新方案 我们整体这个基于训言 提取权限的一个新方案 整体来看呢 我们其实可以支持这种酷表行列 四个级别 更细腻度的权限点提取了 我们其实不关心具体这个sircle构成 我们整体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 会使用一个统一的规则 来收集我们认为sircle中 一些特定的一些初始追踪列 一些关键节点信息 然后收集到这些初始追踪列之后 我们会依赖表和列级别的 sircle系列能力 将上述收集到这些初始追踪列 变成真正用户使用的这种表列信息 对这些信息进行坚确 这是因为这是有点偏思路模式的 所以可能不是非常好理解 下面会有详细的例子 来介绍这东西是如何具体实现的 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 这个bytquare这个服务 这个bytquare服务 是我们基于这个开源 apachecast的基础上 做了进一步的定制和字眼 这个cast的应该大家都比较了解 这是一个业界常用的 一个sircle的解释器和优化器 然后我们也在它的技术之上 完成了这个公司内部统一的 sircle查询入口的这样一个封装 然后apachecast 它本身原生就会支持 非常强大的列级别学员能力 那它的支持 它其实就是靠右图 我这个可能看不太清了 我是把它支持相关的 这个代码和方法都挤在这里了 它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getcolumnorigin这个方法 去完成列级别的学员提取的 它其实整体是基于一个地规的思想 逐层去便利这个real node的数结构 然后去逐层便利 一直便利到最底层这个tipos scan节点 那根据这个index便利的过程 也就收集到了这一列 在整个基层过程中的所有学员信息 然后其实这个关于casset的学员 以及这个casset的学员能力的介绍啊 文章和分享其实比较多啊 所以这里我就不展开介绍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右侧这个代码 或者去网上搜一些相关的文章 这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技术底座 作为一个讲解 然后因为我们bed query引擎 其实整体是在casset的基础上 做封装的嘛 那我们bed query引擎也在casset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了这种学员能力 那我们可以提供这种精准 细致可配置化的列级别学员能力 那前面介绍完了我们这个技术底座啊 这个列级别学员能力这个技术底座 下面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具体 这个全员点提取的方案 我们首先会把用户查询使用的一个circle 经过我们bed query这个服务的解析机优化 变成一颗它的抽象预法术结构 变成一个执行计划 然后我们会从这个执行计划中提取特定节点 然后把这些节点作为我们的初始追踪节点 然后基于血液能力去追踪这些节点 最使用的底层这种表列信息 然后把这些信息组合 作为我们真正教研的权限 右侧这个图其实就是这个 casset原生的这个解析流程啊 bed query这些流程和这个也类似 它其实就是passer validate and work 加上optimize 最后会支持会生成一个最终的一个执行计划 OK 然后上面是介绍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啊 下面我会以右侧这个circle为例 来介绍一下 以这样一个circle 我们是如何从酷表力度 从列力度 行力度 进行这种全线的提取 以及组合最后获取用户的 真正健全的权限链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右侧这个circle啊 这个circle其实是T1和T2 两个子查询的jorn jorn的结果 然后查了三个例 然后其中T1的子查询呢 又分别来自于两张表的有腻的结果 这是这样的一个circle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酷表权限提取的一些思想 这个酷表权限的提取 其实它的思路非常简单 那我们就把这个circle中 使用的所有表和提套就行了 那这个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这个circle经过我们Betquare服务优化之后 那它针对表的所有查询操作 它其实都会被转化成一个type scan节点 那我们通过去收集 这个抽象预法树上所有的type scan节点 那我们其实就收集到了这个 这次个circle所查询的所有type信息 我们以右上角这个circle为例啊 可以看到这个circle在经过优化后 它最后生成的这个执行计划 就是右下角这个执行计划 那我们标黄的这三个 其实就是三个type scan节点 我们去把这个circle中所有type scan节点 收集起来 其实就可以收集到它所有访问的表信息 那以这个circle为例 它最终访问的表信息就是左下角 它收集到了type1 type2 type3 三张表 OK 上面介绍了一个比较粗维度的 这个酷表力度的收集啊 下面会介绍一个比较细力度的 列选线和行群线的收集 我们列选线提取的话 整体会提取两个位置的列选线 第一个位置是会提取circle 最终返回结果对应的列信息 这部分信息我们会把它提取作为列选线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会提取过滤条件是两个列相等 这种情况对应的列信息 我们也会把它提取出来 作为列件权使用 那我们看一下 想完成以上两点 我们具体的处理流程啊 我们首先依然还是会走 正常的解析域化流程 把一个circle变成一颗抽线预法术 我们所有的操作 都是基于这颗执行计划 这个抽线预法术 对它进行便利操作的 我们首先 第一点我们需要获取这个 我circle最终返回结果对应的列信息 那其实它在这个执行计划层面 它就对应着这个抽线预法术 最外层算子所持有的列 那这其实就代表了这个circle最终返回的电信息 我们会对这部分进行收集 作为我们的初始追踪列 把这份列收集起来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们需要获取抽象预法术上 所有的过滤条件算子 那这个其实在执行计划层面 我们可能就会从照样算子 从filt算子 把这些算子先拿出来 然后从拿到这个codation条件 那如果这个codation条件 是两个列互相相等这种条件 那你比如说以优策这个circle为例啊 它造成第二行 T1.column1等于T2.ce 这个是两个引用互相相等 那这种它有满足我们这个列学线提取的一个需求 我们也会把它记录下来 作为我们的初始追踪列使用 然后经过上述我们就收集到了 我们所有认为需要收集的初始追踪列 那下一步呢 我们会依赖我们这个bytQuery列级别学的能力 逐一对上述这个初始追踪列 去寻找它真正使用的底表列 然后鉴别这些真正的底表列的权限 我们就以右侧这个circle为例吧 我们先看这个因为最开始会检查 它的最终返回结果对用的列信息 我们就以最上面这个标黄的T1.column1为例 它因为它是最终返回的列信息 我们会把它收集起来作为一个初始追踪列 然后下一步是基于序源信息 看T1.column1具体来于哪两个底表列 发现它来自于T1这个紫查询 然后T1这个紫查询 又进一步来源于table1,table2 两个表的有尼奥的结果 那其实最终就可以定位到 这个T1.column1这个初始追踪列 它底层对应的列 其实应该是table1.ae和table2.b 那基于这样的思想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T1.column1 T1.column2 T2.newcr 以及上面这个filtile条件中的 T1.column1,T2.cr这些 都基于这样的能力 找到它们真正对应的底表列 把这些底表列提取起来 作为我们健全使用的真正的列信息 OK 然后上一步介绍了我们列全线的提取 到这一步我会再介绍一下 我们航全线是如何提取的 那我们航全线提取的思路 其实整体提取的信息是这种 过滤条件 如果是列和长量相等的信息 这部分信息我们也会把它提取出来 把它作为一个初始追踪 初始追踪信息使用 那除了流程的话 它第一步依然是便利 这个整体的这个抽象运法术 获取这个抽象运法术上 所有的这个过滤条件信息 就是上一步已经介绍过的 比如说这种照样酸子 filtile酸子 把这些酸子提取出来 提取它的codation条件 那如果这个codation条件 是列和长量相等 那以右侧这个色口为例 那可能比如说 它这色口标红的最后一行 它是T1.column2 等于张3 那这样一个色口 其实就满足了 我们这个初始追踪条件 我们就会把这个信息提取出来 作为我们航取线提取的 初始追踪信息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 初始追踪信息之后 也依然会调用这个 列级别学员能力 去进一步追踪 这个T1.column2 对应的底表列 到底是什么 那最终会鉴别这个底表列 和这个张3相等的 这个具体航取线信息 我们以右侧这个色口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我们最开始 这个筛选逻辑 我们可能能筛选到 多个初始追踪信息 比如说这个DT等于2023001 以及最下面这个T1.column2 等于张3 我们以T1.column2等于张3为例 看一下红色 然后它满足我们这个 初始追踪信息 这样的一个判断 然后我们拿这个T1.column2 根据列学员 发现它进一步来源于 Table2.br和Table1.ar 那我们最终提取的航权线 就是这个Table1.ar等于张3 和Table2.br等于张3 就把这些信息提取到了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下面这部分 下面这部分是我们刚才 其实由粗到浅 从库表力度 列力度 行力度 分别提取了一些权线信息 那下一部分就是 我们如何把这些信息 进行排列组合 组合成具体的权线点呢 那我们整体的思路是 会按之前提取到这些信息 按照表明进行组合 组合之后 就会变成右侧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如果这张表上 挂上了需要验证的 行和列级别的权线信息 那我们就认为 它实际扫描的数据 其实就是这些 行列交汇的具体数据 那我们对它的校验 也会变成真正校验 它的行和列级别的权线 那如果这张表上 任何行列都没有挂 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依然会回退为 让它检查整表权线 保证这个数据安全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效果 右侧这个circle 就是我们刚才一路跟踪起来 这个circle 那以这个三秒 三秒照样查询 这个复杂的circle为例 我们最终经过上面 这个基于续源的提取思想 我们最终会把它定位到 在table1 table2 table3 这三张表上 分别有一些列和行的 一些交汇的一些查询 然后我们在circle解析测 会提取到这些信息 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些 蓄力化处理 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全线服务 进行全线服务上的 管控处理 那下面就进入到第三部分了 我们会介绍一下 我们在全线服务这一侧 是如何做到这种 行列全线的多维度的 竞争管控的 我们全线服务的 这个管控服务 叫Gamli 它其实也参考了 业界这种Apache Sentury和Apache Render的一些思想 我们整体将一张表 按照纵向 列力度进行全线划分 并服务以横向的横限制 最后可以把一张表 切分为多个资源方块 就像最开始举的一个例子 那个其实也就是一个 那个Name列 I等于3 其实也是一个 交汇的资源方块 那我们通过这种 横向和纵向的切换 就可以把一张表 切为多个资源方块 我们针对这些资源方块 进行细利度的全线管控 达到全线最好化的目的 那我们这套方案 其实主要特点 有几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我们在传统的这种 库全线 表全线 列曲线之上 我们新增了一种 航线之权线 这种航线之权线呢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资源 附属在表和列上面 我们每一个表列 都可以附属多个 航线之权线 不同的 不同表列的航线之权线 是完全独立的 没有任何影响关系 我们通过横向和纵向 这个全线点的捆绑组合 就可以把这个查询的资源 定位到这个具体行列 重叠的资源单元格上 达到了更细利度的 这个资源级别的 去管控效果 这还是一些偏概念的东西 下面我会从这个 由粗到细 介绍一下权线力度 大家根据这个力度 就可以看到 所谓这个行列组合 具体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把这个circle 整体按粗 由粗 把这个权线体系 由粗到细 分为五个力度 最上层的就是库权线 那由库权线 就可以查库下所有表 这个是一个 比较普遍的概念 大家都能理解 就不介绍了 第二个表权线 也是一个业界常用概念 这个也就没什么可介绍的 有表权线就可以查 这个表里的全部数据 第三部分 这个表加航权线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 主要特点的第一项 因为我们可以在表和列上 加一种航线的信息 如果这个航线的信息 加在表上 就是表加航权线 那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 右面右图中 这张一个二维表格 就是用户的一张 实际的一张号表 那假设用户拥有 表加I等于一 这行的航权线 可能这个图 稍微有点模糊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它纵向第一列 那一列就是ID ID等于一 其实就对应这个表格 横向的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那如果用户申请的 这个全信息 就是表加I等于一 这一行的表加航权线 那用户可以访问的数据范围 其实就是图中标率所示 横向的这一行 用户都是可以访问的 那如果 再下一个力度 是这个列选线 列选线也是一个 通用的概念 比如说用户有 age这一列的列选线 那它可以访问数据范围 就是右侧这张二维表格 纵向紫色这一部分 它都可以访问 然后再下一个 最细的力度的 就是列加航力度 那也是上面说的 如果这个航限制 加到列上面 就会变成这种列加航权线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用户拥有 name这一列上 I等于三 这个列加航的 行列限制权线 那它最终可以访问的 数据资源 其实就如图中 这个黄色所示 它纵向name这列 和横向I等于三 它们交汇的资源方块 才是用户可以访问的 权线范围 那我们基于这种手段 就把用户的所有权线 限制在最细利度的 资源方块之边 OK 因为刚才也介绍了 我们其实会有 由粗刀锡有五个权线维度 那因为有多个维度 它们这个权线 也会有个继承关系 这里应该不是重点 就快速讲一下 那有枯权线 就有枯下所有表权线 这个很好理解 那有表权线 其实就能访问 这个二维表格的所有数据 那它能访问 这个二维表格的所有数据 它既可以横向访问 所有行 也可以纵向访问所有列 那有表权线 就相当于有表上 所有的表价行 也有纵向所有列群线 那如果我有表价行权线呢 我其实可以访问 横向的这一行 所有权线 那我其实可以访问 横向这一行的 所有单边格权线嘛 那有表价行 就可以拥有表上 对应这一行 所有的列架行权线 那我有纵向的这个列群线呢 我其实就拥有 纵向的所有资源单元格的权线 那每一个资源单元格 就是列架行嘛 那我有纵向的列群线 我其实就有纵向该列 所有列架行的权线 这是通过这种权线的集联关系 把这个权线整体关联下来 OK 上面介绍的都是一些 篇概念的信息啊 下面会有一张具体的 一个还有表为例 我们可以展示一下用户 在不同权线力度的情况下 用户最终可以访问 这个资源范围 那用户可以访问的范围 我们都用黄色加以标识 那第一个就是很传统的一个概念啦 库表权线 那用户如果拥有库表权线 就可以访问表上的所有数据 那因为右侧就是这耗物表 它所有可以访问 所以所有的 所以所有都标黄了 那以色惠举例的话 它有这样一个权线 它selecting from table 肯定是可以过的 那它跑一些更细的 select id name from table where id 3 它其实查的是这个表中部分数据嘛 比这个表还小 当然也是可以过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细一些的 比如说表价行这个权线 那假设用户拥有的一个权线范围 是表加上 id 等于三 这一行的表价行权线 那用户其实可以访问 是表上标黄的 横向 id 等于三 这一横向的所有数据 那以Sircle视角来看这个例子呢 那比如说用户selecting from table where id 等于三 这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它访问的数据 其实就是 id 等于三 横向这一行 第二个例子 select id name from table where id 等于三 那它访问的还是横向 id 等于三 纵向它只查了部分列 在它这个整体的权线范围内 所以这个坚决是成功的 那再往下 它selecting from table 卡权表肯定是没权线的 然后selecting from table where id 等于三 因为用户的权线只有横向的 id 等于三 id 等于四 这两行都没有权线 所以这个坚决是失败的 然后接下来再介绍一下这个列权线 那这个case 比如说用户拥有纵向的name edge 就是这两列 那它就可以访问表格中右边 标黄这两列权线了 那映射到sircle层面 select name from table 这是成功的 然后select name edge from table where id 等于三 这也是成功的 因为只是访问这两列 然后 它这个select id name from table where id 等于五 这个是失败的 这个因为它没有 id 这列的权线 但是实际上 其实这个sircle 它在sircle执行和解析的过程中 它这个 id 这一列可能都会被优化 在长量折叠把它优化成五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成功的 如果我们考虑sircle优化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过的 如果我们完全从权线管控这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过不去的 因为它并没有 id 这一列的权线 最下面这个是selecting from table 这个也是健全失败的 因为它没有整个表的所有权线 OK 然后我们最最后面会讲一下 这个行列组合这个最细节的权线 那假设现在用户拥有的是 name加 id 等于三 和name加 id 等于五 这两个行列组合权线 那用户其实可以访问的这个权线范围 就是表上纵向 name这一列和横向 id 等于三 id 等于五 交汇的这两个资源方块的权线 那这种情况下 映射用户可以跑什么circle呢 比如说第一个 select name from table where id 等于三 这是成功的 因为这个范围小于 小于 id 等于三五 第二个 id 等于三五 这个是成功的 这个刚好符合用户的所有权线范围 下一个 id 等于三四五 因为没有四嘛 所以失败了 下一个用户查了更多的列 那它只有name列 没有country列的也失败了 那下一个用户查更大的范围也失败了 那这儿就介绍了一下 我们通过我们对这个circle资源力度的划分 然后拥有不同层级 然后用户可以具体实施的这个旋线范围 OK 那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这个例子 右面这个circle就是我们最开始追踪这个circle 那以右侧这个circle为例 那这个circle其实前面已经介绍了 它有这种三张表查询的一个circle 那这个circle经过我们上一部circle旋线点解析之后 我们最终提取到的旋线点解析就是右上角锁示 我们在每个表上都提取到了一些行和一些列的信息 然后那针对这样的一个circle 一个涉及三表查询的circle 我们最终需要用户申请的权限是什么呢 那我们最终需要申请的就是右侧锁示 我们会申请这三张表上 每张表行和列交汇所真正访问的这些资源方块的权限 右侧我也用了三张脱敏的数据 就是这三张表的信息 你可以看到用户实际需要申请的权限 就是标黄这几部分 那和传统的这种库权限表权限 甚至列权限相比 我们真正的做到了把这种权限限制到资源的力度 用户申请的权限和他访问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任何多余的权限申请 完成了这种权限最绕化的目的 OK 上半我的分享主要是这些 请问一下就是说是 在什么样的业务成本下 会需要这么精细的权限表变和考试 这个其实是这样 因为首先跟资源跳动整体背景有关系 资源跳动这个公司它的APP比较多 它涉及的业务线也比较复杂 但是整体它的数据平台的架构又是这种大众台体系 那你可能比如说多个业务线的数据会汇集在同一张买电表里 那这个买电表里它其实就涉及了多个 在同一个列里它其实就涉及了多部门的数据 那你比如说你是火山引擎的 那你肯定不能访问这种抖音的数据 那这种情况下在同一个列里存储的数据也需要根据业务线做一个详细的划分 那这种详细的划分就需要行力度上的划分 是会把多个企业务线的数据放到一个表里面 对 这是应该跟整体的公司架构有一定关系 那就是这个权限管理是做到你们那个叫什么 BitQuery那个平台上吗 BitQuery是我们公司内Circle的统一入口 相当于所有Circle都会走BitQuery这个平台做查询 因为比如说这个数据落到Hive表里或者落在任何表里 它其实都是通过需要Circle去把它查出来的 那我们在BitQuery这个平台做统一的入口收敛 然后会在这一层做到这个细利度的全线管控和审计 那这个Circle的入口它是一个统一标准的Circle呢 还是针对不同的系统然后用户它是一个不同的Circle 我们整体来说是以NCircle作为一个基础标准的 但同时我们为了支持这种联邦查询和一些历史服务 可能也支持了一些定制化的比如说兼容的一些Hive和Spark的一些预方 但整体是以NCircle作为标准的 那作为就是用NCircle作为标准 然后进来之后我们通过Casset然后做Circle解析 最终针对不同的系统然后生成 对对对 是的 对 会根据不同把它分发给不同的执行领程 会生成不同执行领程对应的计划 然后让BitCircle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中台的总体的查询入口 明白 谢谢 我问个问题就是说 前面介绍的那个行列这个权限的时候 会有一些就是说见证失败 我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为什么不做成 就是说只反为比如说 slagC对吧 可能做了行列的一个权限 为什么不做成就反为它权限外媒的一个数据呢 你说的这个其实有点像Ranger的那个 Role Felting这个思路啊 它其实做的就是会帮用户动他的一些Ware条件嘛 但是其实你说这种场景不太适合公司内的数据分析这种场景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数据分析师 我其实是需要分析公司整体的运营情况的 但你不能因为我没有权限 你不对我做任何提示 只给我展示了比如说我有权限 比如说我只有花东区数据的权限 那你最后给我返回结果是花东区这个数据 那可能会影响上层的很多决策 所以我们其实是告诉用户他需要什么样的范围 去引导用户写出他应该写这个符合范围的Circle 或者是让他申请对用的权限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产品很主要是针对开发者 或者说偏向于开发者的一个分析 分析师数据分析师 对其实这个使用场景怎么做都可以吧 我觉得这个整体是一个决策思路的问题 我们可能更希望让用户知道他现在拥有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就帮用户改 因为这种的话对用户可能是不敢值 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其国科技的 这个是我接触过最历 历度最细的一个评论前线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前线就是效应对整个 所谓它是性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权限的升级 它力度比较难受 然后在过程中肯定会造成一些用户的摩擦 然后请问一下 这个还是能够处理的 第一个说这个性能上的代价 因为我们整体其实 其实两部分 一部分是如何从四扣提起权限点 一部分是这个权限的管控和处理 那在四扣提起权限点的过程中 它其实是从这个执行计划 去拿这个权限点 但我们这个因为BetPair它本身是一个 色扣的统一解析优化引擎的入口 它本身也会把用户的色扣做解析 然后优化成具体对应执行引擎的这个执行计划 那它这个这个解析过程是少不了的 我们这一步只是从解析之后 这个Plan中提取我们的信息 我们需要用到的信息 这一步几乎没有什么性能代价 这是从解析这一侧看 另外从健全这一侧看 那完全就是权限实现这个思路了 我们目前内部来看的话 这个健全性能还是比较好的 可能是个 我估计应该是100毫米内一个性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你说的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权限管得太细了 对用户使用上的一些影响 是吧 那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管到列和行级别的权限 但是这个具体权限管控的系还是粗 这个选择权其实是给业务方的 你比如说我们是支持他写一个circle 我们提取所有的列 所有行条件都支持 但比如说我这个业务方 我可能我一个公司的内部业务 我没有任何安全风险 那我作为一个资源负责人 我给所有人都可以表权限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更大的权限是可以覆盖更低的权限的 那如果真正需要用到一些精细化权限的地方 比如说这种TikTok业务 或者是一些更安全的业务 他们可能需要用到这种精细化权限的话 他可以用我们最细的列和行 那有一些比如说内部业务 或者是初始化的 没那么敏感的 那他可以用一些粗粒度 比如说表粒度可能也完全够用 OK 好 谢谢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咱们从天讲到建成的过程 我们想问一下复权的过程是怎样的 另外就是在刚才讲的是 以路部的进步的角度 我们还更高为 比如说角色 这种层次的一股复权和建成 是第一个问题 OK 你刚才说的是我们这个整体讲的都是 说这授权是怎么做的 是吧 对对对对 OK 我们这些 建成的话是一用不测试 是不是它更高为了角色的一个概念上进行复权 这个其实有点涉及到我们这个 Gammy后面这个服务 它底层的这些设计了 因为它也参考了这个Ranger和Century 它这些一些思想 其实整体也是引入了你说的角色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真正透露给用户的话 我们就刚才讲的是一些底层能力 我们真正给用户使用的话 会有一层上层的平台封装 这个其实在这个 整个火山引擎的一个2B的 the sleep这个系统里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个安全管控平台 叫tretan 这个平台其实可以对这个 你说这种授权 或者是更大的维度做一些 人员层面的概念 其实我们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你如果个人 个人级别的权限 你觉得过细了 你可以有部门级别的权限 也可以有一个叫 困然组级别的权限 那其实就是你说角色这个概念 我们也会有这些概念 但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上层封装了 它是一个产品层的测跃了 不太是一个底层的 所以在这次分享中没有具体提到 比如说最终的健全过程 我们还是会低规到 比如说运物部是大于 或者大于 您刚说的过程这个概念 比如说还是会低规到 最底层运物部这层上进行 最终的一个健全过程 对可以这么理解了 第二个问题是咱们通过健全 然后通过的这些色口 不是是原封活动的 然后再发给底层的执行疫情 然后就比如说 不同的组织组件来进行执行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Betquare这个服务 它的立项之处 它其实一个是希望能收 能做公司的色口的一个统一收口 它另外也是希望能给多引擎 提供一个统一的解析和优化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其实最开始选行 Apache Cassette的一个想法 会拥有到它的一些优化器 然后我们会把 比如说我们底层可能支持多引擎 比如说支持Clickhouse 支持Presto 支持Spark 我们会把我们自定义的 这个公司内部的这种安息色口 把它转化成具体对应引擎的 不过在这种色口 你比如说转化成Presto色口 发个Presto执行 转化成Spark色口 发个Spark执行 不会把这个色口直接发出去 好的 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咱们自己里面就是 是不是也随在这种安全部门 比如说需要有什么一个角色来进行 出权 然后比如说各个部门 然后需要去申请 就是需要对于说两个系列的一个 权限的一个使用 是的 是有这么一个部门来做行事的事情吗 对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那个Deflip那个平台 他们其实就是做这个责任 他们里面过Traten这个平台 就是做这个责任 是专门有一部分人做这个事情 好的 我最后一问题是 咱们在刚才在抽的过程中 就是等值的很容易进去 如果范围的怎么来进去 这个是我们目前 从我们具体的业务场景来看 我们对这个等值的场景 就占到我们需要使用的大多数了 然后这种范围的场景 确实如你所说 它在实现起来 它的成本代价 以及健全测的代价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目前的策略来看 我们只支持等值级别的这种航行线地区 范围级别的我们建议用户会用 试图这种手段进行照顾 比如说就是大于小时的范围 这个时间的没法进行解决 只能说是我们目前的版本 还没有考虑支持这样的情况 这种我们是建议用户用试图解决的 那比如说把这个Sircle 封锁成一张试图 申请试图的表情 现在就可以做这个 是的 也会有这个过程 但是它可以通过 试图的表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 等我一个问题 我问你个问题 我看您介绍我们在查识数据的时候 有个行业可以做一个信息往后 但是就是我们的数据平台 比如说你看我们组织这个 是什么OLAP或者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 数据的最终查取的数据 可能是多个数据员 机场都上来能清理出来的 但是我们这个数据的那种所得者 对于这种数据权限 它是有把控的这个方式吗 还是说只是中央用户去做 用户级别的这种细地图的去筛 然后跟那个所有者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个数据的这个清洗过程 比如说数据的所有者和使用者 再怎么去跟这个地图匹配这个 这个用法也可以做一个详细介绍 OK 那这个其实又有一些 这种偏产品层面的概念了 这次整体的介绍 其实还是偏这种健全的角度 去介绍这个能力的 那如果你从产品侧来介绍的话 那首先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他作为这个表的owner 他肯定需要对这个表 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那首先其实我们从产品方面 比如说这个表就是他创建的 我们会有一条链路 给表的owner去 他是作为这个权限的审批人 后续所有对这个权限的审批 比如这个表 是要做系列的行列 还是做到表里的做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是可以由他来把控的 这都是有产品层面的封装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说你说这个 比如说会跨业务线 甚至跨数据员这个数据分析 那其实只要是我们这个 干密权限服务 是我们公司唯一的这种权限管控 比如说这种 ORP这种离线权限管控中台 它其实就可以管控所有权限 你比如说你甚至 所有clickout权限我也管控 所有dodgers权限我也管控 耗权限我也管控 那你这样的话 无论怎么查询 所有的权限数据是收口在我这里的 那我给你返回一个最终的出口fault 都是没有问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